欢迎回来 已故的传奇艺术家叶世强 他生前只在台湾办过一些小型展览 这次非常难得在香港展出 从未曝光过的大型书画作品 他的遗传说 叶世强生前在新店湾潭 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日子简朴而且怡然自得 湾潭是一个在台北 但是当年需要划船才到得了的地方 而除了擅长书画 叶世强也是古琴名家 另外一位艺术家叶伟丽 他就回到叶世强的故居 带着工作团队亲手清理废墟 拔除杂草清洗墙壁 他将古琴的声音 重新放回艺术家住过的地方 现场很多叶世强的学生 看得是非常感动 这是已故的传奇书画艺术家 叶世强首次在香港的大型展览 入口放着这张照片 艺术家全身孙悟空造型 拿着亲手做的关刀玩具 据说这身装扮是为了跟邻居的小朋友玩耍 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就是做那个 做孙悟空的这个七天大圣的样子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在玩 可是又很严肃 他很用心地玩 他在关渡美术馆的时候 他也穿这件衣服出来 然后好像是他去蒙古的时候 旅行的时候买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怪怪的这样子 可是他确实 所以他好像在梦里头 在梦境里头 在他的想象的世界里面 叶世强擅长做大型优画 纯净的画面上似乎可见永恒的瞬间 1980年代开始 他身居剪出 作品很少世人 他的遗伤林如意说起先生 充满他生活的哲学 他平常的生活动作很慢 每次都说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等喝一杯茶 要等很多下的 对 含酒很久 还要等他炒一个空心菜 也要含酒 因为他会慢慢挑 慢慢地想 对 然后又会讲故事 所以要很久才能吃 所以每道菜都很好吃 还有茶也是 等到喝到那个茶 每一杯都很香 叶世强的生活极度简朴 晚年境界更高 你跟他买好衣服 他会生气的 他说 还不是都差不多一样 对 那我们的生活也一直都很简单嘛 我就说叶世强 弹个古琴来听听吧 他说 你老公现在不弹琴了 听无弦琴 这是叶世强在新店湾弹的故居 房子久无人住 已经成了废墟 艺术家叶维力特别带领他的团队进驻 他坚持身体力行的劳动 并且录影记录叶世强工作现场的重生 手时间劳动一定会是最深处的感受 当然可以找可能找一个清洁队 可能一天就做完了 但是你自己去做 去触碰的时候 你会有更深入的投入跟了解 每一个物件 每一个落叶 每个砖 他只会给你一个更真实的一个感受 叶世强不仅是个书画家 他更是弹奏鼓琴和志琴高手 我是想要把鼓琴这个声音放回去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好像想象 他真的住在那边玩鼓琴 韦丽好像每个动作都好像有意识强在里面 他们配合的就好像很自然 我就觉得 韦丽常常跟我讲说 师母很神 怎么我们去弹琴 就有鹦鹉蒙蒙 叶世强拒绝艺术的商业利益 他的艺术如同纯净的信仰 这幅大字佛经 是他在海边公路的空旷路面完成的 作品意境深远 随处结相云 诚意放音 你的精神所至诸佛献全身 那个佛就出现了佛的佛像就出来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就请他写这个 然后我把它放在灵堂 希望我父亲的灵魂是安宁的 叶伟丽的团队终究在劳动之后 让艺术家的故居清爽地重建 叶伟丽说 叶世强仿佛是准备了一辈子 最后成为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传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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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